哦,我们的主 每一天我们都要赞美祢 因为祢是那一位 胜过世界所有权柄的主 因为祢是那一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 更因为祢是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主,在这段特别的时期 我们齐心献上祈求 让我们在山火洪水中 在瘟疫吸引的时候 让我们更与祢清醒 主啊,祢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 除去我们心中的忧愁 因为祢是怜恶慈爱的主 主,祢的独生子耶稣 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的心 祢的保险已经洗尽我们一切的罪恶 让我们成为祢保护的爱医 主啊,我们想求祢来做工 让我们在痛苦中、灾难中 在病痛、软弱中 都能够经历祢大量的同在 主,祢来帮助我们 原谅我们得罪祢的地方 给我们坚强的信心 让我们生命在祢里面 让祢使祢的帮助 主,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的环境 祢都在掌权 唯有祢才是我们的帮助 中国如此多的同胞也是祢所来的 求主,祢不但给他们医治 更保守让福音在中国大地能得到光处 让听的人就得着 主啊,我们把中文堂献上去 让我们真的能成为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除去我们彼此的骄傲和抱怨 除去一切你不喜欢的东西 让我们一起来为祢做美好建筑 主啊,让每一个生命 让每一个生命都有祢的爱 大量存在 我们再次谢谢你 下面的正道、敬拜、招待、音响 咱们,以您的施工 求主您的掌管 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给您使用 也求您开启每一个在位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能给你的话 一个大量存在 也信念兵信 也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您 感恩到在位祢大告 奉靠主基督得胜民求 嗨 好,谢谢,谢谢,谢谢 借我姐妹平安 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站立 无论得识或得识 让高唱的赞美的诗歌 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都已经百合到高 神就开始动作在我们当中 身体一年高 身体一年高 过我们的一年 那一道永远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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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 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向全世界 围处发光 可以清救 可以清救 身份无人 我 不再如自己 今天先起 是永远 是永远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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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 为大致命 为大致命却向自己 从心合一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成果 可以 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 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 为大致命却向自己 为大致命却向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成果 可以 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 同心地统 向前行到道 我們在天上的父母 愿愿都尊从你 愿愿都愿降服你的旨意 愿你的胜利 永远得高举 天父上帝 今天是你分辨为圣的日子 你的众儿里奉你的名句 以心以成敬拜赞美 因你配得一切的送赞 尊贵和荣耀 我们为你创丧 并维系万有的大能 献上感恩 我们更为你救赎的大爱 献上赞美 你没有因人的罪灭和过犯 离弃我们 包括在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 你就让你独生永恒的爱死 道成又生 经历生死 为是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你的爱就此相继 但你救赎的计划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胜过魔鬼的权势 使耶稣成为突出的果子 让所有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有了确实而永恒的叛报 因此地上任何的患难和困难 都变得至断至轻 以为为了添加于主耶稣 承受了极重无比的天药 哈利路雅 天父我们为你求你的圣灵 在这个时候特别能惊醒世 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处漠视 我们知道中国的意境 澳洲的珊瑚 若没有你的允许 绝对不会发生 但我们确信 这是你对世人日益堕落 叛逆 自高自大 装顾自己 不爱神的警告 如果世人依旧如此 将来必然会面临成更严厉的审判 圣经这样说 你这成为我名下的自民 就是谦卑自己 祷告 寻求我的命 转立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青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你在等待着罪人的悔开 我们在此横前地祷告呼求 求你与慈悲怜悯戴我们 求你与丰盛的词案 涂抹我们的过犯 不但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更让世人的灵魂得到救赎 按照你圣善的旨意和简选 成为你荣耀儿 此外的天父 求你亲自建立你的教会 兼顾耶稣基督的身体 让教育的牧师 各位长之同工 按您所赋予的恩赐 彼此配搭 同情和你的兴旺 教育的重视 我们将即日崇拜进城 恭敬的阳望交托 就你赐我们千非兽教的心 领受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灵魂 让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 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 如明光照耀 做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 以这样的感恩祷告 祈求 封过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们 我们一同来一个使徒信经 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有圣灵感运 由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很丢弥拉我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足下受死 埋葬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远中复活 身边坐在全能父上的地的六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与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典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一句别想做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神 我们这一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那么是徐和林 已经介绍回来的黄毕诚 弟兄 我们感谢主 欢迎来到咱们 我们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主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一起唱着欢迎歌 再欢迎一期观 我们一起唱着欢迎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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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座传儿 主爱的大家庭 和你祝福 我们曾经曾经 欢迎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你 好 感谢主 现在在主的爱里面没有惧怕 那我们一起还是在 有个人机会在这里 好 我们下面是 本周经济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读 两次 一二三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下个我们请张西乡姐妹的读经 然后是请写出牧师讲正道 弟兄姐妹福内平安 福内平安 今天我们要送过的经文 记录在马可福音两章二十三节至三节 三章第七节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们门徒行路的时候 掐了麦字 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看啊 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雅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店 吃了陈舍主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 医治不医治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 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复了圆 法利塞人出去 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愿神祝福 听从他话语 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们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福人系列的第二讲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福士与传统 或者称之为福士与古基督的形式 我作为基督以后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定义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或者说一个和神心意的门徒 那么作为基督徒 什么才是我们以这个世界分别的标志 那么的确我们基督教有他独有的传统 仪式和规条 那么外人会借此 会判定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身份 比如很简单 星期天我们都来教会 他说你是个基督徒 但是仅仅有这些够不够 那么有一类基督徒呢 被人称之为外表的基督徒 或者称之为星期天的基督徒 那么有些基督徒他们认为 只要我每个主日来做敬拜 我能够去勤督经 我饭勤祷告 甚至我有家庭的同伴 那么在外表上看出很多敬天的行为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很多的时候 这一类基督徒当中 他们心里面完全没有服侍他人的心 不肯做出自我的牺牲 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去言而不吻 全无怜悯同情 那么对世人的悲惨困苦 他们也掩命不堪 那么他们以为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让自己可以思想纯正 可以让自己洁身自爱 可以追求我们心中 所谓的平静原理 那么这很显然 和我们这个信仰的实质 是背道而驰 所以有个圣家说 我们要引导人去走向基督 但是我们不要把人指示 让他们信靠基督教 我们在这里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将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而不是让他遵循一种所谓的教教 一种传统 一种规范 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这段经文 就是耶稣再一次提醒他的门徒 提醒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在神的眼中 谁才算上 或才能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人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 我们用三个主题 跟大家一同思考 首先我看第一点 遵守律法 亦或遵徒律法的主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读的两段经文 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主题 就是安息日的律法 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安息日的律法是神圣而不可进犯 因为这是律法当中 特别实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那么最初的旧约当中呢 有安息日的规条 但是这种规定呢 是一般性的 没有细节 那么原则就是说 安息日你要休息 你不能做工 那么连干活 从理论上以后都不允许 那么特别是以色列呢 他们在历史上经历了 亡国贝鲁的时间 当他们因着神的恩典 回到了他们神的应激之地的时候 他们为了去更好的持守 和捍卫他们的信仰 那么当时很多的宗教领袖 就在这个律法当中 加上了很多实时的细子 那么关于安息日 他们加了几十条 甚至上百条 在安息日上 都何为安息 何为不足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这个安息日的律法呢 就变得很繁琐 那么有一个牧师呢 那么他去以色列去做圣地 游宗墨站一个旅行 那么他到了当地 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见面 到了星期六 就是安息日一天 他坐在酒店 这个电梯呢 他进去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电梯呢 每一层都停 那么他坐在七层 结果这天停了七次 他才上到七层 然后他当时很奇怪 而且这个电梯是扭呢 不能按的 那么他当时就问当地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当地人说 因为当天是安息日 那么犹太人他们说 安息日不能做工 到什么程度 连那个电梯的按钮都不行 所以他们在周五的晚上 就把电梯设计好 每一层都摁好 这样他们进去的时候 可以一层一层都上去 但是很有意思 他们的旅店当中 还有另一部电梯 这个电梯呢 是给不是犹太人做的 就是你这个电梯 你不是犹太人叫西洋 你可以做另一个电梯 结果很多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就跟着那些外人 坐这个电梯 因为酷哑 所以他们表面看起来 他们很愿意遵循这样一个 所谓的规条 但是他心中 他真正看重所谓的这个律法 所以其实呢 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设立这个安息日 加上很多的实行的记者是对的 他们的心理并没有错 但是他们希望能借着这些规条 能够保守他们 能够不像他们的祖宗一样 再次堕落到被判神的风景当中 大家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想法 去解读神的律法 更不能因为 追行这样所谓的律法和规条 能讨神的喜悦 而且如果你只有这样一个外在的规条 而漠视神律法背后的真意的话 那么追行律法最后的结果 你就会成了一个假冒为善者 你最终会被神所厌弃的 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就是让一个大的背景 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 经过麦地的时候 掐了一些麦穗来吃 那么法律家人看见呢 他们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就批评耶稣的门徒 说你们为什么在安息日 去做一些不能做的事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读四福音 关于安息日 这个门徒和耶稣的门徒 和外人的通讨 包括耶稣和人的通讨 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记载在当中 那么今天的故事呢 马太福音呢 加了个小小的背景 就是当时门徒饿了 所以他们经过麦地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麦穗吃 其实你肚子饿 在安息日经过麦田 吃这个麦穗 没问题 因为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 人很饥饿的时候 是可以吃的 但是问题在于哪里 他们拿来麦穗呀 这个搓的动作 就等同于做功 因为他们这个 因为搓这个麦穗等同于 我们说 那个我们这个羊肠啊 就是把麦子羊起来 让灰壳吹掉 他们说这个搓的动作 就等同于这个羊肠 所以 你搓这个动作 就做功了 所以你在安息日 就不能这么做 你就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 所以他们这个定义 就是从这边来的 那么今天我听起来很可笑 但对他们当时来说 他们的确认为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耶稣呢 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耶稣只是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耶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经常记得大卫和他跟从的人 在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 他当亚比亚做大祭司的时候 咱们借了神的殿 吃了陈舍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那么耶稣在这里讲了 旧约当中的一个大卫的典故 大卫在极端极乐逃亡的时候 进入圣殿吃了陈舍饼 我们叫陈舍饼 十二个陈舍饼 放在圣殿当中 只有祭司可以吃 其他任何人吃了 都换回被神的律法 但是神允许 大卫做了这个事情 那么耶稣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想当时期 法利赛人肯定是雅固人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事实 那么耶稣在这里 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故事 他举着例子 目的在那里 所以他这里说的很简单 他得了一个结论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这句话表明耶稣说 自己才是这个律法的主 他有权柄有能力 能真正的成就神的律法 而且他宣告的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说 他作为人安息日的主 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要将人带入到安息日 那么这是神设立安息日最重要的途中 要将人带入到安息日 耶稣有这个权柄 耶稣有这个权柄 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这个马太福音章有这样一个经文 耶稣对他们说 凡老苦丹中丹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叫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付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你们必想安息 那么我们在第一讲当中就告诉大家 耶稣来的是为了服侍人 那么他怎样服侍 他服侍到什么地步 他用什么方式来服侍人 那么今天的经文说得很清楚 他要将我们借着他的服侍 带入神的安息 那么把人带到安息当中 不是眼前的这一世的安息 而是最终永恒的安息 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安息 是要借着他最终的流血舍命 能够让所有追随他的人 进入到上帝永恒的荣耀当中 这是上帝设立安息日最终的路 耶稣来了说自己是安息日的祖 为了是要成就这一点 所以耶稣借着他的服侍 也是要成就这一点 同时也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服侍的方向 我们要服侍人 将人带到上帝指纹的安息当中 所以联系到我们现在 我们说我们大家 每个弟兄姐妹 每一天都很横天 为了中国 为了我们的同胞去祷告 我们求神怜悯 求神失大呢 能够尽快平息这场疫情 但是丁姐妹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除了祷告他们 现在得平安得医治以外 我们可不可以再加上 我们为他们的灵魂 最终的安息而祷告 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 最终的问题 我们不但会让他们的身体 在这个时候得到医治 得到保障 我们更为他们 永恒灵魂的得数 恒切的道 因为身体的康健 只是意识的安息 一个再健康的人 也终究有一天 会有老去的一天 但是灵魂用我们永恒的安息 得蒙救赎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才是我们 在这个地上 神给我们的每个基督徒 一个最终的实力 所以耶稣说祂 是一个安息日的徒 祂也如此去实行 如此去彰显 那么祂也提醒我们 每一个在座的弟弟姐妹 我们可不可以 愿不愿意 借着上帝的能力 将每一个 在我们面前的人 我们远方的前人 为他们永恒的安息 永恒的救赎 去每一天恒切地讨访 这才是真正的安息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句 那我们来到第二句 律法是为人而逝 或者律法是为了侠之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探讨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耶稣说了很短的一句话 但是当中很多的含义 那么耶稣的另一个宣告就是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 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 刚才我说的是 耶稣说自己是安息日的族 那么但是耶稣另一个强调 安息日为人而设 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对于神律法 这样一个概念 和当时的法律在 的确有很大的错误 那么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或者在他的眼中 律法是为了帮助人的生存 建立人的生命 而不是为了阻碍 甚至剥夺人的生命 换句话说 神律法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人 而不是为了挟制人 挟制人生命的律法 不可能成立一个真正 有用的有意义的律法 很多的时候我说 律法是地上的统治者 用来去掌管人的时候 他才是真正需要的 因为大家知道 地上的律法 它靠什么让你遵守 靠惩罚 靠强制 靠暴力 对吧 那么这绝对不是神设立 这个律法的目的 神设立他的律法 是揭秘我们 帮助我们 去成就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是神设立律法的目的 那么这里面说到律法呢 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以后再来更多的分享 神的律法 很多人说我遵守不了 神的要求太高了 我绝对遵守不了 那我按照圣经的教导 如果不遵律神的律法 又不能成为神的喜悦的人 我怎么办 那么这个大家 我们就要问一下 神设立律法是什么目的呢 给我们一个标杆 神设立的律法 是一个最高标准 那么给了我们每一个地上的基督徒 一个追求的方向 神通过这个律法 让你知道你的不完美 知道你的不完全 你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谦卑下来 就不断地追求神 神不说你把这个律法遵守全 如果说遵守律法 当时的法律赛人 他们是遵守律法的典范 有些法律赛人 他们真正的可以做到 不违背神的任何一条律法 那么说到法律赛人 就讲了笑话 有一类法律赛人 称之为头鹅血流的法律赛人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 我有故事没有 因为他们和自己的眼目 容易犯罪 那么出去万一看到美丽的女子 动得一念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把头鹅盖一块骨 走在路上 但盖盖骨很危险的 你看不见路了 他们就正常坐墙着 就把头撞破 所以称之为这种人 称之为头鹅血流的法律赛人 就是他们为了遵守神的律法 到了这个程度 你不能说他们不敬钱 但是这个对他们有帮助吗 对他们生命长地有帮助吗 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去依靠神的力量 追寻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去竭力地过一个神所席的生活 而反而在这个形式上 做得很完美 这个作用比不大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当中 耶稣告诉我们 神设立律法是为了监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灵命独断地成长 不断地能够去得神的喜悦 所以今天的我们下面的经文 他又记载了一个安息日的故事 那么这个安息日当中呢 这次是发生在会堂 那么那些法利赛人 那些犹太人 他们这次呢 不公开地去挑战耶稣 他们暗中地窥探耶稣 那么这个呢 其实更明显哈 他们不说什么 暗中地观察 看你做错了没有 要把你抓出来 他们就是为了借记 找结尾 攻击耶稣 那么他们在会堂当中呢 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那么很明显 就是他的一只手 是主参见的 那么他们把这个人带到了 会堂 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那么看耶稣是否医治 这样可以找到 控告耶稣的介绍和理由 那么为什么他们把这个 枯干的手带到耶稣面前 看耶稣的医治是个挑战 因为这就谈到犹太人的律法 在安息日当中 除非你有生命危险 别人是可以出手援救的 这个不算违背 是安息日律法 但如果你平常的 像我们说你发烧感冒 这些小病 如果你在安息日 去别人医治你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算违背了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 很显然他不是第一天受伤的 那么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这个人的手是否能得医治 这个就是说 不是在安息日那天 你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他们摆在耶稣的面前的 一个挑战 你到底医治还是不医治 他们要看耶稣怎么应对 那么耶稣在这里面 我们说耶稣好像 中他们全套 耶稣把这个人医治 耶稣一个神一句话 把手伸出来 手全运 但是耶稣在这里 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耶稣是在挑战他们的心思 耶稣在安息日 行善行 救命判命 哪样是可以的 那么耶稣这句话 究竟在问什么 其实耶稣是在挑战当时的法律灾 也是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行为当中 特别是在我们的服饰当中 其实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行杀 要么作弱 要么救命 要么害你 那么很多经历说 不可能吧 我怎么可能只有这两个选择 难道没有到中间路线吗 假设说 按照刘太尔讲 今天是安息日 我不愿意对那人行杀 因为我要遵守神的律法 但是我真心不是想害你的人 我也希望他得全愈 我当然不可能去害人 那么我在这里有错吗 那么耶稣为什么说 我只有两个选择 难道我们没有一个所谓折中的方法吗 那么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 就是挑战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在人有需要的时候 要么我们对他行杀 你若不行杀 就等于上海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去明白 而且耶稣说得很严重 如果你不帮助他 我们就会杀了他 没有中间路线 那么雅各书当中 有这样一个教导 有这样一期经文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那么这里面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 别人有需要 我们立刻要做呢 给大家讲一个见证 有个牧师的见证很有意思 他有一次呢 他去到一个会场 一个地方做陪灵会 他陪灵会的主题是什么 讲神的爱 那么在会场门口的时候 他发现有个乞丐啊 在门口乞他 因为这个牧师呢 他听过很多的新闻 他知道很多的乞丐是假的 他说呢 你不要去试试他 否则你会善罢 就是受骗你 所以这个牧师开始了 就被一堆 直接进去了 进去之后的话 他坐下来 在预备他的所谓的 分享讲道的时候 神就感动他说 他说你要传讲的是神爱的信息 现在你为什么不去实践呢 你是否真正的明白 我是怎么爱你的呢 这个牧师当时就很震气了 他在想是啊 我为什么不帮助他 难道仅仅是因为 我可能会认为他会骗我 那么一切都转过身来 走到门口 拿出钱来 我给了那个乞丐 然后他在他分享当中 就分享了他这个公式 他这个见证 他说看到别人有需要 而不失于援手 就是默示上帝教导 我们要爱人拥挤的教导 他说这个乞丐可能是假的 但如果实数当中有疑似至真 那么我们也要做 因为我们凭着神的感动 去施予援手 去爱人去施予爱心的时候 你所做的是蒙上帝的行人 但如果你凭着自己 所谓的顾虑想法 而去违背这种圣灵的感动 那么你不会弄着这些人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如果没有去体谅到 上帝给我们的感动 因为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圣经当中提到的怜悯 这个概念 是很特别的 《西约》当中提到的几次的怜悯 请大家仔细地读 对象都是上帝 上帝做了自己 换换换这种怜悯之心 是从事而来的 因为我们做一个犯罪的人 我们的心很肛炎 我们很难去怜悯人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 不去怜悯人 不去爱人 而且为自己 说的关闭谈话 所以当我们有怜悯之心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这是上帝的感动 我们不能消灭这种感动 否则你就可能失去了 一个行善的心 时间很长的时候 你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高硬 我们就会越来越不去爱人 我们自以为爱神 自以为最精彩的治疑 但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神差太耶稣来的这个世界 是为了医治 为了拯救 为了健康 祂是让人得到生命 而且得到更加的丰盛 所以一切的这种仪式 律力 之所以神圣 是因为祂能造就人 祂能医治人的生命 让我们生命得见 这才是真正的爱神爱人 这才是耶稣所说的最大的建议 如果我们能够尽着自己的本分 凭着你对神对你的感动 我们就应当笑话耶稣基督 看到别人有笑的时候 去帮助祂 去怜悯祂 不要等时间 不要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 因为当你找不到理由的时候 你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 所以对我们来说 无论得识不得识 我们这个时候都要欣赏 这是神在这个当中 给我很清晰的提醒 可怕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二天 我们来到最后一天 我们说是持守怜悯的心 我们每个人都服侍 所以 人 如果有真正的爱 就要去回应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怀 这才是在上帝的面前 那清洁 那清洁 真正的禁止 所以雅各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可以保守我们自己 不战断实施 这是上帝眼中的境界 那么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当时 就是在亚洲当时 韩国的教会和发展的历史当中 一个这样一个事件 当时 也是很轰动的一个事件 那么就是大家知道 在上个世纪 1950年的时候 韩国发生了内战 那么战争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说 南 我们现在的南韩 他们是经济败退 他们被打败 无法抵挡 但当时其实呢 韩国是一个国家 那么当时从北方 就超过了350万的难民 用到了南方 因为他们是跟着败退的部队 一起退回来 那么这么多的难民 来到当时的 这个所谓的南韩的地方 政府是没有内核能力的 这个时候 韩国的教会 就把他们的门全部敞开 他们就收纳 所有这些蜂拥人的难民 然后这些 当地的基督徒 他们就尽他们的所能 提供食物 和这些难民一同分享 那么他们原来 这个战争会很快结束 结果一直到1953年 战争才是真正的结束 那么在这个战争这段期间 韩国的基督教会 承认出非常大的信仰的见证 他们真正的关心 这些难民 和这些难民一同承担 缺乏食品 缺乏药物 缺乏医温苦难 那么当然 最后大家都没有食物吃 所以当时的 当地的基督徒就发起了 要禁食祷告 这样的呼吁 那么大家既然都没有换食 那么基督徒说 我们把156的别人 我们再一起干嘛 禁食祷告 那么他禁食祷告的时候呢 他们就一直坚持到战争的结束 一直到1953年的7月27号 战争终于宣布结束 那么经过了这三年的时间 这些从北方涌过来的难民 他们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了基督徒 对他们的接纳和大爱 他们就决定不回去了 那么他们就全部留在当时的爱法 因为他们知道 基督徒他们看到 在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时候 在他们这种颠沛流离寄居的日子的时候 是这些基督徒给他们的保抹 给他们真正的爱 所以他们这些人 后来几乎所有人 几百万人受洗都归入地道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之后 引起了整个韩国教会一个大的复兴 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 这些当地的基督徒 他们也没有去大吃大喝 他们还是用这种继续 特别的禁食祷告的方式 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 为了国家的复兴去祷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夺得那几年世界 几百万的人 受洗归入基督 使当时韩国的教会有这样一个 飞跃时大的一个长进和发展 那么呢 这个故事呢 我们说呢很感动 那么当时很多的人 包括很多其他地方的教会 就去决定效果 韩国的一个教会的做法 那么特别是台湾呢 当时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就去想学习韩国人 但是他们没有去深刻的了解到 这段历史的背景 也没有看到这些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如何敞开自己的伤手 去接纳那些战争的难民 他们只看到了韩国的教会 飞速快乐的增长 他们也经常看到韩国的基督徒 在济世祷告 他们以为靠济世祷告 就能兴望神的福音 就能使教会增长 于是呢 台湾当时一些教会 就异国风格 特别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去到韩国学什么 学济世祷告 然后他们把这个方式 带回到台湾 建立了很多所谓的 济世祷告院 祷告山 想用这种方法 推广下去 是当时台湾的教会 可以复兴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可能吗 说三十年的时间 台湾的基督教 没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原因就在 他们只看到了 这个所谓的形式 而看不到 背后 神给那些当时的基督徒 他们心中真正的怜悯和爱 他们真正的实情出来 他们依此去服侍人 所以指教会得到服侍 所以你们 我们今天呢 分享一个经文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在耶稣的角度 在神的眼睛 我们的信仰 就是服侍 神让我们 成为他的儿女 就是让我们 能够去爱上帝 爱你的灵神 那么宗教的离 行事 和这个爱心比较起来 可能只是一个模仿 所以说神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 不是去依据 所谓的礼仪 依据所谓的传统 而是 在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能立刻的回应 并示意原生 所以服侍看起来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课 但也确实我们 最难完成的功课 因为这个 你很难凭置你的心意 去服侍神 在服侍中 你要尊重神 绝对的读权 如果我们将我们 在所谓的信仰 仅仅定义为传统 仅仅定义为仪式 仅仅定义为所谓的规条 我们就忽略了 从神而来的 慈悲 严密和爱 很多时候我们所对的一切 在神的眼中 能够毫无 所以今天 希望神能够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真正 能够体贴上人的心意 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能够成为和他心意的故事 阿们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